足球比赛不仅是技术和战术的比拼 更是球伤的较量 赛场之上瞬息万变 一个足以影响比赛走向的及时处理 很可能只有几毫秒的决策时间 如何才能把握有限的时间空隙 并在电功火石间做出正确的反应 混踢球足球意识训练系统 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以科学策略与大数据分析为基础 通过对与足球场上相关的大脑认知能力的系统训练 能有效提升球员的临场反应效率 为了论者这个已经广泛应用于欧美轻训俱乐部的系统 是否对国内球员同样有效 会踢球与知名轻训机构上海信心足球俱乐部合作 展开了为期十周的模拟测试 在测试过程中 俱乐部的小球员被分为会踢球组和对照组 会踢球组的球员接受电脑端的会踢球足球意识训练 对照组的球员观看真实足球比赛视频 每组都进行每周两次每次30分钟的任务 在此过程中 工作组对每个球员都建立了测试前的原始数据档案 测试中的成长档案和最终的测试后分析 该研究使用计分分析系统 在认知干预之前和之后 基于客观足球表现指标 比较会踢球组和对照组的表现 该研究发现 会踢球组的球员在各项足球指标上存在明显变化 会踢球组的选手在阅读比赛 以及临场应变决策方面有明显变化 能够更快地对场上的情势做出预测并准确应对 由此可见 以大脑认知力为对象的训练方式 切实地改变了球员的思考方式 以及球场表现 那么一个高球商的球员相比较普通的球员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高球商的球员他在每一步采取行动的时候 都会对场上的局面 对攻防的这种场景会比对手更多的预判 那么提前的预判 我们幸运军已经采用会踢球的软件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在使用这个软件的时候 我们也同样的也能够感受到 队员在对场上的攻防的场景的判断的时候 他的下意识的反应是有所提高的 那么我想足球运动员其实是一个不断地培养他的一个过程 一定要在每天的训练当中 都把攻防的这个场景带入进去 那么让他不断地做选择 那么形成一个下意识的反应 那么久而久之的话 那就是一个能够在场上 能够根据场景的不同的这个变化 自己可以做出正确选择的优秀的球员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球员在场上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 那么原来在比赛场上 场边教练需要不断地去提醒球员的跑位 那么经过训练 现在球员可以在场上自发地找到空档 找到合理的接应位置 那么在场上的注意力方面更加集中了 也减少了球员在场上的运动伤害 飞机球训练需要我全程保持高度注意力 并不断思考 因为我在场下接受了高效的足球意识训练 所以我一回到场上 就发现其他球员合球的速度 速度都变慢了 这让我的反应时间变得更加充裕了 从而我能在场上占领先机 作为一名中场球员 我需要有良好的大局观 我很羡慕哈维 他在场上总是能为队友 送出精准的长传助攻 这个训练使我的视野更加的开阔 能发现很多以前在场上发现不了的细节 这让我多了很多的助攻的机会 经过十周训练后 会踢球组的球员 场上表现平均提升15% 在各项足球能力指标上的提升 都远超对照组 会踢球足球意识训练系统 给到的不仅仅是一项新的足球训练课程 更开创性的将场下计算机认知训练 与场上时训相结合 进而达到了1加1大于2的训练效果 至此 会踢球足球意识训练系统呈现的 不仅仅是直观可见的场上优势 更是中国足球令人期待的各种可能 与场上优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